在经历了8-9月份相对平淡的Cable市场后,10月即将迎来一波热潮,众多备受期待的团体将纷纷回归,其中Saventeen,Egy,Jenny,The Boys,Sunblue,Aspa和Elite等都将为粉丝带来精彩的新作品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Aspa和Elite将在同一天,即10月21日下午6时回归,此次Aspa将发行他们的迷你5集Weplash,专辑中包含了同名竹大哥以及6首多样风格的曲目。 Aspa表示,新专辑中延续了前作的强劲气势,将展现独特的音乐风格。 此外,Aspa还计划开展世界巡演,并参与多项全球活动。 成员年年更透露,这次回归会有光头造型,而Vinter则剔了眉毛,Karina和Giselle则选择了素颜,让粉丝们对他们的全新形象充满期待。 与此同时,Elite也将于10月21日携带迷迷你2集I Will Love You完成出道后的首次回归。 Elite在出道专辑活动中表现出色,在国内音乐节目中获得了四个异味。 出道曲成功进入美国Beal World Health 100,即英国Official Single Top 100榜单,创造了KP组合出道曲的多个记录。 因此,同天回归的I SPA与Elite,无疑将引发一场激烈的市场竞争。 网友纷纷留言,调侃表示,方石鹤是多想把I SPA踩在脚下,这秋还不不要注水,不然真的要能扎闹海了。 对此,大家怎么看待呢?欢迎留言,爱多韩社,没有解说最新韩语,欢迎赞和订阅哦。